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蚝烙 在视频开始之前 请给我个点赞评论分享 好人有好报 感谢你们的支持 好 视频开始了 准备食材新鲜的蚝肉 鸡蛋两个 地瓜粉香菜 油盐等准备好 把地瓜粉加水搅拌均匀 比例是有点稀 不能太过浓稠 否则会变成饼 也不能太稀 否则太水不成烙 至于比例大家只能 经过不断试炼得出经验了 我也没称是多少比多少 用盐把蚝仔洗干净 沥干水 然后倒入搅拌好的地瓜粉汤里 搅拌均匀 加点葱末 又好看又好吃 平底锅加热 放油 有温差布多七八成 热食可以倒入上一步骤的半成品 记得别一次性倒太多 这个就像煎蛋一样的 蛋比较厚而已 当成是煎蛋就好了哈哈 煎到稍微定型的时候 打入鸡蛋 记得鸡蛋要把四周都包围 这样出来的又好看又好吃 尤其是边边又香又脆 煎到双面都熟了 有点焦黄的样子就 特别提醒 煎这个油要比煎蛋稍微多点 确保不粘锅 上盘 撒上胡椒粉和香菜 可以准备酱油或鱼露 沾着吃的 因为这个里面是没有加盐的好了 享受美味吧 好 视频到这边就结束了 请给我个点赞评论 分享感谢支持 小伙伴们对好老 有了解了吗